中央政府难产 但是国阵和西蒙组成的霹雳州政府已经投入运作 新任霹雳州大臣拿多斯里沙拉尼和行政议员 今天早上8点陆续的打卡上班 沙拉尼早上8点左右通过特别通道抵达了大臣办公室 大臣打卡上班之后 多名行政议员也是陆续抵达 包括了拿多莫哈默祖卡菲里 罗斯义 郑国林 吴家梁和黄施勤等人 新官上任的所有行政议员都亲切地和在场守候的媒体打招呼 这10名行政议员昨天已经在江沙伊斯甘达利亚皇宫来宣示 而根据顾打的分配 国阵是有三个名额 行动党四人 公正党两人 诚信党则有一人 个别行政议员掌管的事务 预料在今早的行政议会当中来商讨 中文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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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